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澳洲總理莫里森在上個星期宣布了 說居住在澳洲的香港人 是可以獲得延長居留五年 到時還可以申請永久居留簽證 這宗消息一出以後 當然很多香港人都是感謝澳洲政府的政策 但有部份人就擔憂 這樣一刀切的做法 豈不是會益上那班高官的家屬和警員的家屬 這種聲音輾轉之間傳到澳洲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澳洲人報那裡 而在今天 澳洲人報還以一個非常聰明的標題 報導了這一種聲音出來 標題就是 居澳華人警告要提防潛伏特工 即Sleeper Agents 究竟他所說的Sleeper Agents有哪些人呢 我們一起看看 原來有一班居住在澳洲 原籍香港人士 敦促澳洲政府 一定要採取嚴格的政治背景審查制度 去提防那班中共的支持者 利用居留權計劃受惠 另外有安全的顧問也說到 說北京有可能利用這次的契機 來安排一大班所謂Sleeper Agents 即潛伏特工進入澳洲 同時那些正在澳洲就讀 而持有特區護照的中共幹部子女 也有可能會利用莫里森所公佈的居留權計劃 去尋求永久居留權 澳洲人報的記者就發現 至少有兩個香港的高官子女 正在澳洲就讀 分別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和親共政客譚耀宗的子女 這是澳洲人報的點名 真厲害 這次是楊威澳洲 而且在報紙上登了他們的照片 所有人都認得他們兩位 另外居於澳洲的香港移民還說 擔心香港警察的家屬 會受惠於莫里森所公佈的居留權計劃 面對著這一連串的擔憂 澳洲的處理移民部長圖志 就作出了最新的宣示 他在接受訪問時被問及到 到底這一批來自香港人士 在澳洲住滿五年後 需不需要符合一些特定條件 才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呢 圖志就回答 這班香港人當在澳洲住滿五年以後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 但是仍然要通過品格審查 國家安全審查等等 並不代表會自動轉成永久居留簽證 不過這已經是較容易的途徑 來取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權 主持就追問他 能否保證得到 每個害怕香港的人都可以獲准留下呢 圖志就說 保證不到的 如果那個人有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 就會被澳洲政府送走他 如果他是有品格問題的話 都是會被送走的 假設沒有這些問題的話 這些人就合資格 拿得永久居留權 圖志同時也說明 說這班留學生、畢業生 以及臨時工作簽證的持有人 是不能夠獲得就業津貼 找工作津貼 也不能夠參加國民保健計劃 不過根據現有的安排 這班人仍然可以把他的配偶和子女 帶到澳洲 其實等同於英國一樣 頭五年就不可以享有任何福利 稅就照交 當然這個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一般移民去英國或者澳洲 無非都是兩種途徑 投資移民或者是技術移民 如果是說投資移民的 所需要的金錢就遠遠超過 繳稅或者交國民保健費 其實對比起金額來說 就叫做九牛一毛 另外你說如果技術移民 一定是要考取很多的專業資格 諸如此類 加上市人是甚麼人都收的 去到做水喉匠就行 去到做甚麼都行 任何公眾都行 總之你在五年之內 能夠養活得到你自己就可以了 故此已經是叫做格外開恩 尤其是澳洲 人家和你無端無端都給你機會去 我經常見到在網絡上 有些人在怨英國和澳洲 就說為何去到住頭五年 是不能夠享受福利 實情就沒有得很怨 因為人家的安排都要顧及當地人的感受 實情這群在網絡上發怨言的人 自己都會不滿每日150個單程證 來香港的新移民 一來到香港就可以 下申請社會福利申請公屋 你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 你自己在住的時候 就不滿新移民走來拿福利 這群人想去英國去澳洲定居的時候 一落機就想拿福利 這個世界哪有搞什麼道理 所以這群人真是多餘 又說回那個審查制度 若然澳洲最終設置一個政治審查制度 或者將政治審查的部分 納入國家安全審查制度裏面 防止那群聲稱愛中國人士的子女 受惠於澳洲這個恐共的政策 實情澳洲為何要包容香港人去當地定居 人家說明就是因為香港人 會懼怕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治 喂 豈不是好諷刺 如果要接納這一群高官的子女 或者是警員的子女 因為在過去這一整年的反送中運動 所製造出來的惡果 這群人是有份促成 甚至乎是有份直接製造的 但是這群人就受惠於一個恐共的政策 這個是很離譜的 故此愛國的人就應該留在香港 或者是回國發展 人家都說整個9加2的大灣區給你了 那還不夠大嗎 所以為何要去山長水縣留在澳洲那裡定居呢 說不通的 愛國就應該留在國家 你去外國就讀都不要緊 你不要申請居留權 或者不要在當地定居 否則這些是口頭愛國 實際是交腳 離譜的 沒有資格做愛國分子 這些完全是裸官行為 第二就是減少離岸愛國分子 正如澳洲人報的聚述所說 就說有些人是叫Sleep Agents 其實就是那群離岸愛國分子 因為一個人在澳洲住舊五年 而且是申請到永久居留權以後 再多一段時間就可以入澳洲國籍了 一旦入了澳洲籍的時候 你這個國籍就已經變成了澳洲人 沒有可能繼續拿著五星紅旗 在澳洲的社區是搖旗立喊的 但是偏偏全世界都有很多這些人 明明自己的國籍就已經轉到外國 但是偏偏不尊重自身的國籍 而且還表達出一種非常倦戀中國的情懷 這些人絕對不會移民回中國 因為他們就是要享受著西方社會 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紅利 然後叫他們的愛國口號 無非就是為了賺錢 另外有些人更加之不堪 將一個國籍、將一本護照 貶益成為一個旅遊證件 例如就是林鄭月娥 若然你只不過是認為 英國公民護照 是一本方便你旅遊的證件 麻煩叫你老公和兩個兒子 就馬上退出英國國籍 以及銷毀那本英國公民護照 喂 你入了英國籍的時候 你根本上已經是一個英國人 終然你是華裔 華裔就一生不變 只不過國籍就可以變 你拿著一本BC的護照 你說自己是中國人都講不過去 若然你是中國人的話 麻煩你只能夠持有特區護照 就不要持有外國的護照 然後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些在邏輯上 完全是說不通的東西 最後就是 若然澳洲真的排除了那班 所謂Sleeper Agents 就可以使澳洲的政治更加健康 因為當這班人 在澳洲取得了投票權以後 他們就可以進一步 影響澳洲的政局 所以在移民背景的審查上 絕對是疑緊不疑鬆的 將那班Sleeper Agents 全部排除出去 好了 最後就講一下 關於民主派的初選 他們就說 結果最快今晚就會公佈 好 我們一旦知道消息以後 馬上就去分析了 但我看到一部份人 在網上又吹無求疾 又開始嫌別人點票點得慢 實情這班人完全就不知道 官辦選舉和民辦初選 是有很大分別 尤其在資源上有分別 一個官辦選舉 每個票站裏面做事的人 全部都是資深的 是出糧的 但是今次這個初選 實情絕大部份的人 我相信都是無薪的 都是捱而棄的 做義工的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標準就不能夠一致 沒有理由對於那些無權者 就以一個非常之嚴苛的態度去批判 對於那些掌握公權力的人 就射矩了 就縮了 如果是這樣的 不如收爹好過這些人 實情我認為 點票時間絕對是可以理解 以及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人家又有那些實體票要點 又要排除那些重複投票 有可能是 若然全部都是電子投票 誰人都知道 當那個投票結束以後 馬上就可以公佈結果 核實了 是不是 所以那些是要催無求疵的人 簡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